高雄七有一個男人因為很喜歡玩這種生存遊戲 不過因為腳踏板又頂住人 就想起像夢要穿機來改裝 讓他在比賽當中真的可以贏人 不過因為這是違法的 讓慶豐以散發辦 改裝後的穿一支一支白費 全部都是很繁盡的改裝等穿 高雄有一位三十多歲生出來的男人 因為玩生存遊戲常常打到 他只想起本來改造穿機 增加威力 不過也因為這樣準違法 因為面積超過十六加有時候貫穿鋁板 這部分就代表說 他可以穿透人體的皮肉層 健康經過生存的男人 一直在賣模型槍的網站 所留下來的資料 整奧引導手術 發現他騎著變成是燒鋼場 還在家裡漆穿 把鋁都打到一槍一槍 現場總共擦到三隻改造的燈穿 跟三隻改造的地穿 特別是空氣燈穿 可以這麼簡單 就把油麵品寫得通過 另外也可以跟人打到胸 同時生存遊戲 因為行動比較遲緩 所以他就自行 在那個氣彈槍改造 得到比較大的 比較好的槍枝性能 來抵消他在行動上面吃緩的劣勢 健康表示 這位生存的嫌犯 他是過來一間有名的 更替公司的專業技術監管 外給相借五六萬塊 基本因為慶祝來改造穿機 雖然不可以去賣 做得比較輕 不過也是要以三花板 留到健康的記錄 實在是真不好 以下有眾部門教官 各鄉報道 谢谢大家